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夏天站在这里观想风一吹也吹出松桃 作者江老师他是画松的高手 他在北京西山借台寺跟谭拓寺看到了六朝的古松 不但写生 不但讲究画松的画法 更表达松术的神韵 所以如果想要对国画有所进步的 在山水画 人物画当中 还要特别看看江老师来画的松 那王伟有一首诗对松的赞叹 叫做《众松皆老作隆林》 就是松的皮啊到最后都像龙的皮一样 老松 老松的仓景 老松又可以代表人的气节 所以论语说 《遂寒而后之松脖之后雕也》 那齐景公就跟孔子问证 孔子告诉他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齐景公很感态说 性辱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 吾德而识诸 如果办一个政治 国君不能把国君的角色演好 臣子不能把臣子的角色演好 父亲 儿子等等都不能把角色演好 国家大乱 饭都吃不下去了 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呢 其实孔子讲这个是违政的大道理 其实也暗藏着齐景公违政的危机 因为齐景公在国家里面 不能够真正把他的国君的角色扮演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后宫很乱 他没有办法扮演好他国君的角色 那臣子里面还有高家 还有臣家 这边两派的为敌 齐景公不能处理 叫做臣不臣 那齐景公在后宫又不能立太子 不能把附近的角色演好 叫附不附 那齐景公一死啊 两个儿子争国又值不值 其实他的危机在这里 孔子少就是他的危机 孔子算讲一大堆的大道理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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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解释是说 是违政的纲理 可是有一家的解释更好 那是齐景公违政的违纪 读画者有没有想过 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出国到国家的时候 竟然蒙到他国君的招待 请教 所以我们读书人 如果读他三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读书气象万千 周游世界的时候 各国的国君都出来招待 请教为政 你想想看 是不是代表 这个年轻人学友所成 孔子就是我们年轻学友所成最好的榜样 读这幅画里面 除了读出作者的画法 画的神韵 还要读出他的历史文化 还要读出他的教育价值 教育价值就是说 我们末代老来方学 方学道 方学佛 方学辱 要从年轻时期就好好的学 学出一番的气象 能够修身 能够齐家 能够治国 能够拼天下 在读这幅画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的体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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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